根據《每日有報》的報道,英國實況節目《富家、窮家》 專門給基層家庭和有錢家庭體驗彼此生活 日前播出其中一集,安排低收入家庭雷蒙一家人和百萬富翁廢德斯交換生活一星期 兩家互動令網友直呼超催淚 雷蒙一家來自南安普頓 夫妻兩個引辱有八歲的女兒Olivia和兒子Freddy 妻子Kim因為意外導致殘疾,必須依賴倫以代步 日常的棋居需要家人幫忙 全家人只靠著丈夫每個月一千英鎊的薪水過戶 而菲特斯一家就來自威特爾郡 一家之主Matt曾經登陸過Michael Jackson的貼身保鏢 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已經是百萬富翁 現在經營住世界連鎖的武術學校,生活十分富裕 當雷蒙一家看到菲特斯家族每個月的生活開支時 當場嚇到說不到話,因為他們全家 只是一星期的食物開銷就高達一百九十二英鎊 是雷蒙一家的五倍,每個月的日常開銷費用更高達一千五百英鎊 一個牛油果就要花十六點二英鎊 雷蒙一家對此感覺到不可思議 因為就連鞋子穿的鞋都沒有那麼貴 交換生活之後,雷蒙花錢幫妻子租了一輪電動代步車 全家一起到普索公園主題樂園玩了一天 享受難得的遊閒時光 即使妻子什麼都不能玩,但露出了久違的微笑,令我感到幸福 不單要賺錢養家,還要照顧妻子 令雷蒙先生的健康一度出現了情況 因此他體驗了費德斯家的武術課程 希望直至可以減低壓力 同樣震驚的還有費德斯家族 他們發現雷蒙一家每個月的開銷只有171英鎊 這日不如算,只是夠幫家裡的跑車加油 對於費德斯先生來說,20英鎊根本不算什麼 交換生活之後才發現 這筆錢很可能可以給一家人過一個星期的生活 為期一個星期的交換生活結束 雷蒙一家回到家裡的途中 攝影師突然要求他們拉開窗簾 這個時間他們才發現費德斯家族為他們送上一台全新的電動車 雷蒙夫婦見到之後很激動 妻子更感動到痛哭 費德斯還留下了一方親不信 表示這段時間之內他學識了謙卑和自我反省 尤其見到雷蒙先生照顧自己妻子的模樣 令他想起自己已經過世的母親 希望藉此幫對方做一些事 更加大讚對方是超級英雄 因為他已經將家人看待得比自己更加重要 網友看完之後十分感動 紛紛讚他費德斯先生的舉動 幸好這個世界還有好心人存在 電動車真的是最好的禮物 這樣雷蒙太太就可以行動得更加獨立 兩家人之間的溫馨互動 令到不少人都顏色濕 雖然兩家的貧富差距很驚人 但幸好有這個節目 令到很多有需要幫助的人 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先看看